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说要索造文化之城 打造演艺之都 打造更多历史建筑活化空间及复合式体验文类景点 托展利用澳门文学馆等文化设施 重点推动澳门影视文化展现 以文化旅游为题的文创项目开发 助力打造澳门文创品牌 扩大本地演艺城市的品牌效益 引入能增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展演目 稿又读完了 每次我听到他说这些口号 打造什么什么之都 我就很害怕了 因为澳门政府一向都是声大大务货 好像去年元宇宙那样 说得这么大声 今次都没提过再拍了 不过不要笑 千万不要笑 觉得好事来的 如果他不再去搞元宇宙这件事 真是要开香槟庆祝了 有没有开心得过见到一个老年人 原来是纳马浪子回头 但是他一说发展烟丽 我的心都来了 他有这个用意 这个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这个政府有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件事 甚至有没有心去做这件事 我就非常有保留了 如果纯粹是透过这个频道去认识我的人 就可能不知道了 不过如果是透过我的文章认识我的人 都知道我第一个文章 未被朱西伯格处决之前 我是不断提及一些受澳门文化产业基金资助的团体和公司 当然你说我是追击 我都不会否定你的说法 当然说得最多的就是一对被称为澳门FYR的组合 这条影片我就不是评论这对东西是怎样的 因为他们的表现根本都不值得我浪费时间去评论 我想说的是澳门一直以来去推动这些文化产业的做法是有多失败 澳门政府对这些文创产业给的钱就真的不少了 我想在亚洲除了韩国之外 都不是有很多地方肯这样扔钱下去 但是你扔了钱下去 你用的钱有没有用得其所呢? 不是说你扔钱你扔得多就一定有效果的嘛 你玩些课金、游戏、抽卡 你拿了整副身家下去 你抽错扑你都是一生抽不到你想要的东西的 有几个例子 第一就是当时那个文创邨 不知大家有没有印象 当时这个文创邨又得到政府很大不资助 他就在百老汇、水坑尾、欢乐开心城的位置 就搞了一个汤墙 那搞一个汤墙和文创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就无谓深究了 问题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他这个汤墙是失败的 做了两年三年就收皮了 然后就转过去新马路那里再做多一次 都依然是屡战屡败 现在就去了横琴搞 第二个例子就是我刚刚说的澳门FIR 这一对东西或者这间公司 其实都真的受到政府爱戴了 其他澳门的演艺界人士 都可以说澳门演艺界很难生存 这对东西就无资格说这句话了 因为澳门政府真的崩了七位数字下去 但结果是怎样呢? 大家真的有目共睹 计划是什么海外扩展业务 我不知道去买中东地区的赞 算不算是扩展计划之一 但在客观而言 他TVB又上了 台湾又去出歌 帮电视剧唱主题曲 文化局、旅游局又不断有工作给他们 让他们可以代表澳门去大陆一些旅游博览表演 说到澳门最近爆组合 正常来说 在社交媒体上应该都很热闹的嘛 但是看回他们 无论IG、Facebook、微博 数字都非常之一般 而YouTube频道上的流量 随时比日根TV的三流频道 我不说什么阴谋论 什么识人好过识字 我当文化产业基金 帮那么多钱下去 是想帮他们 然后等澳门或大陆地区的人 留意澳门的歌唱界、演励界 从而可以扩大本澳的演励圈了 但问题是现在莫讲话 你帮那么多钱连捧起他们也做不到 当然啦 你要继续自欺欺人说 其实他们也有很多人认识的 很支持他们的 他们很成功的 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了 但是政府如果真是有心去搞这个演艺之刀 就要想一想一贯以来的方法是否对 如果你照用同样的方式 纯粹扔钱下去 只不过是整多队一模一样的东西出来 你看看一直以来对这些文创的资助 有哪一单是成功的? 马介休我可以当成功一半 也算是用得其所 有些香港人看的 最成功的一队就是微辣 不过政府的脚头不好 唯一的成功例子 就是自取灭亡这些非战之序 当然你说澳门是否真的没有好的作品 好的东西出来呢? 不是的 好像过云雨、骨妹、海欧来过的房间 这些都是以高质文明的 好像澳门电影馆那样 我觉得他也做得挺好 但是跟你政府投入下去的成本相比 这些收获是非常少的 大部分都是没有成效的 当然说到这些位置一定有不少人 说澳门演艺界、文创界的人都很努力 我不否定他们的努力 首先努不努力这些是自己知道的 而且努力是必须的 不要把理所当然的东西说得这么大声 因为你这么说我也很努力 我一天说三四条片 星期一至日 你有没有见我停 你们放假会有片看 是因为我不放假在那里剪片 对不对? 而且努力就不一定代表有回报 就像这条片 我都剪得很努力 用了很多时间 但是没人看就是没人看的 虽然很残忍的就是看结果而已 我当这对澳门FIR 24小时不睡觉去练歌练舞 都没用 红不起就是红不起的 当然可能他们觉得自己很红 何况现在的问题是 连澳门自己的人都不会留意澳门演艺的东西 你们根本都争取不了澳门人的关注 当然有些人都说澳门人看不起自己澳门人 但我觉得有时的东西真的不好赖 就是不多不少是有 但就不要心安理得 将这东西当成一个理所当然的借口 其实我觉得澳门人对娱乐的要求很低 他们的标准都很宽松 但你试想一下 弥辣那条知名契弟周高王 用船妈单拍一条说foodie的片 一个这么好的题材 都被他硬生生拍成一条 不可言的影像垃圾 那么多澳门人都说拍得好 很好笑 你可想而知 澳门人对这些影视作品的要求 其实不是那么高的 其次就是 这些演艺界、音乐界 最喜欢跟别人说澳门人支持澳门人 当有批评的时候 就会说澳门人不支持澳门人 为什么要踩自己油 就开始说澳门的演艺界很难生存 你为什么还要加多脚 有些明明真的是垃圾 你每次都拿澳门音乐 澳门出品、本土作品 来做挡箭牌 去挡批评 甚至指责人转头 久而久之澳门品牌会变成什么 就会觉得你们根本就是水皮 你们靠的不是靠作品的好坏 而是纯粹教情绪勒缩 用澳门人的身份来做绑架 说到这里 其实要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再说的就只是说思愿而已 思愿就不留在这里说了 我也希望澳门政府 如果真的有心发展澳门的演艺 就要思考一下要如何改变 因为你用旧的方式一定死 而澳门演艺界 我觉得也要想一想 可以怎样令澳门人 关注本地的演艺界 就不要经常在这里叫春 就说澳门人不看的 澳门人看不起澳门人 这样 我告诉你你叫春除了被人笑之外 是不会有任何正面效果带给你的 当然啦 如果政府这个所谓的发展演艺之都 是纯粹叫口号 做多几个活动就当做了事的话 他喜欢也没人阻止他的 好了 影片就到这里了 欢迎留言说下大家的意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